嗨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這次我想介紹給大家自動詞和他動詞的差別 自動詞跟他動詞的最大的差別就是這裡 沒有動作作用對象的話自動詞 然後有動作作用對象的話他動詞 那什麼是動作作用對象 比如說喝咖啡的動作 我喝的動作一定會要有一個作用對象咖啡 我的動作喝的動作涉及到咖啡 那就是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す 這個飲みます的動詞就是他動詞 像飲みます的動作是如果沒有咖啡還是飲料 喝的動作是沒有飲料的話一定不能進行這個動作 那譬如說我走路歩きます 歩きます的話就是我一個人自己可以完結的動作 那自己完結的動作不會影響到不會涉及到他物的別的東西的 那就是自我完結的就是自動詞 那如果一個動作一定會涉及到其他的東西 所以涉及到其他所以他動詞 這樣子講 有人也有說起物動詞跟不起物動詞 但是日文裡面的話叫做自動詞跟他動詞 這樣子講 那這裡有舉個例子 我們看一下ドアが開きます 像自動門自己打開的 或者是我坐電梯的時候 到了目的地的樓枕的時候門自動開 那這個時候我並沒有碰他 他門自己的動作門要開的 那ドアが開きます 那這個開きます是自動詞 那再來我要把門打開的動作 那這個是我把門打開 所以打開的動作一定會有門 那就是動作作用對象ドア 然後開けます ドアを開けます 那開けます的話打動詞 然後列に並びます 排隊的 那排隊的動作我並沒有直接設計到作用對象 沒有嘛 只是我排隊就是排在最後面尾巴而已 並沒有我的動作直接設計到對 所以列に並びます 那這個是並びます 是自動詞 那我要把椅子排列起來 排起來排好 那這個時候椅子を並びます 那這個時候椅子を並びます 就是我要把椅子排好 就是這個動作並びます的動作一定要有椅子 所以這個是他動詞 那再來是 我進入教室 我進入教室 教室に入ります 進教室是 並沒有直接 我的進入的動作是 只是移動而已 並沒有設計到教室的部分 所以這個是也是自動詞 那這個にわ 進入典的にです 那這個 鞄に本を入れます 入れます的話 這個是我要把這個書放進去書包裡面 我要把這本書放進去包包裡面 那這個時候動作作用對象 書 然後入れます 放入 那入れます的動詞的話 這個就是他動詞 那大家 就是 ドアを開けます 椅子を並べます カバに本を入れます 所以 只要有 お的話 那就是他動詞 可能會這麼認為 但是這時候要注意 他部分並沒有做 他部分是 お的話 就是 那他動詞 因為動作作用對象 表示動作作用對象的時候 要用お 所以就 他動詞的可能很有可能 但是像這樣 這樣的狀況 我們看一下 教室を出ます 剛好入れます的相反的動作 進入相反 出去 ね 出來 那這個時候的 お是 離開點的 お 主詞 主要的用法 大概有三個 就是動作作用對象的 お 但是還有 有些 就是像這個 離多點 也可以叫離開點 有一個離開的地方 脫離的地方 就 就用 お 這字的話 從教室出來 還有像 下降車的時候 バスを降ります 像這樣子 也是離多點的 お 還有 經過點的 お 在公園散步的時候 綠文說 公園を散歩します 那 散步的動作經過公園 這樣子想 空を飛びます 飛天空 飛的動作經過天空 空を飛びます 像這樣的時候的 お 不算動作作用對象的 お 所以 像出ます的話 這裡雖然有 お 但是出ます 還是自動字 因為沒有動作作用對象 只是我出去而已 沒有設計到教室 所以 就是 這個時候 這個出ます的話 自動字 那 相反的 出します 不是相反的 相對的 出します 就是 這個是他動字 入れます的相反 就是出します カバンから本を出します 從書包裡面 我要把書從書包裡面 拿出來的動作 那這個時候的出ます的話 的確是他動字 也是用到動作作用對象的 お はい 那這個 綠文的 自動字 跟他動字 最大的 不一樣的 最大的 重點 就是這個 有沒有動作作用對象 沒有動作作用對象的話 自動字 有動作作用對象的話 他動字 就這樣子 皆さん 大丈夫ですか はい 繼續 我們看一下 那個自動字 跟他動字 使用的區別 はい 剛才我講過 他動字 就是有動作作用對象 那有些他動字的行為的時候 他動字的動作的結果的時候 有時候就用到那個自動字來 可以說明 像這個 你看一下 他動字的行為 比如說我打電話 就是 かけます 打電話的打就是 かけます 那這個他動字的動作 比如說我要打電話 就是綠文說 電話をかけます 他動字 那當然 我不打電話 我不要打電話 就是電話をかけません 這樣子 那我打電話了 電話をかけました 已經打完了 電話をかけました 都是這個是 打電話的行為的 這個觀點來講 就這樣 那結果 比如說 打電話 結果 結果 比如說 打通了 手機有打通 開始 這樣子的聲音 又打通了 只有這個時候 可以說 電話がかかりました 我要打電話 結果打通 電話打通了 可以說電話がかかりました 這樣子 然後 有時候 收訊不好 還是什麼 訊號不好 很微弱 然後 電話打不通的時候 也會有 那這個時候 我打電話 結果 電話打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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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子 這樣 用的是 掛かります 打動 打不通 電話打不通 有時候 用到 打不通 他打不通 電話打不通 電話打不通 espera 電話打不通 電話打不通 没办法表达出来电话打不动的意思 电话打不动就是用自动词 就是这样子 自动词的他动词 自动词跟他动词是什么的部分 我就介绍了 下一个影片我想介绍 自动词跟他动词 到底什么样的形态是自动词 什么样的形态是他动词 到底有什么样的规则 有没有办法 就是看一看就这个是他动词还是自动词 有没有具别的方法 这个是我下一个影片我想介绍 那这一次我们这个影片的话到此为止 皆さん日本語の勉強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さような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